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1年4月13日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幾件事 首先 現在還在收押所來還押的人民力量 副主席快必譚德智 竟然想斷黨友的米露 令他們自己重叛了 究竟為何他要這樣做? 背後又有什麼內情? 另外 之前去了英國郵埠 曠工超過3個月的懶從區議員 畢竟主動辭職 究竟為何他會辭職? 整件事的真相又如何? 最後有一個港台小花 早前被媒體報道 說他和港台高層和城市論壇主持人蘇景恒三人開訪 還有消息說他已經向港台提出辭職 究竟他這次的辭職和開訪事件有沒有關係? 還是還有其他痛腳被人拿著?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讓更多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立法會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集項修訂的條例草案 很快就會在立法會通過 通過後所有區議員都要宣誓 否則會被取消資格 所以不少新有史而極度心虛的攬炒派區議員 擔心自己不能留下 於是就用不同的藉口拒絕宣誓 例如新民主同盟的西貢區議員黎敏澤 幾天前已經說明不會宣誓 除了退黨之外 月底還會辭任區議員一職 他說到自己很有骨氣 但有媒體踢爆 原來他上個月初已經離開了香港 現在根本是英國 外界也盛傳他這次要離開 是因為去年他也曾參與違法初選 排在他的黨友范國威後幫助助選 但現在范國威也因為觸犯國安法被捕橫壓 黎敏澤因為擔心殺到埋身成為下一批被捕人士 所以立即離開香港以保安全 這個未來的區議員先勢不僅使有人要離開 亦使攬炒派另一個組織人民力量來控 這個人民力量在2011年創立 當時標誌成人物有前立法會議員 黃毓民和大舊陳偉業 但黃毓民一早就因為人事關係退黨 而後者也在退出政壇後移居到加拿大 然後人民力量人才變得凋零 只靠電台的DJ副主席快必譚德智和主席萬必陳志全 但這組織對社會當然沒有見樹 經常只靠出位言論吸引別人注意 好像快必譚德智 他因為涉嫌在去年1月至7月多次利用擺街站和網上直播 高聲喊黑警死全家光時口號的煽動仇恨和藐視政府言論 被控發表煽動文字罪、在公眾地方擾亂秩序、煽惑非法集結罪、串謀發表煽動文字罪等一共14宗罪 而且他現在還在橫押等待後審 至於人民力量的主席萬必亦因為去年參加了違法初選 現在被落案起訴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現在仍然在監獄橫押等審訊 想不到雖然人民力量政府主席都在監獄中 但也可以遙遠地控制黨 好像人民力量星期六晚上在Facebook專頁發表 題目是人民力量反對現任區議員進行僭建宣誓 他們說2021年4月10日人民力量舉行了一個特別的會員大會 經過出席會員投票後 大比數通過反對人民力量區議員 用人民力量會員的身份進行他們今次口中的簽建宣誓 在人民力量頁出席後 快必的Facebook頁亦出席 說他雖然不能投票 但也寫了一封簡短信件 去支持人民力量執委反對人民力區議員進行宣誓的決定 他說覺得因為這個議決得過大比數通過 證明他們的會員都是堅守人民力的理念和原則 他又說說理念重要而實踐理念的是靠肉身 當人沒有了理念 肉身就會不斷墮落地獄 快必又說太沒有原則只有肉體沒有靈魂的人不會明白 說得自己很有信念 但他似乎沒有理會到 如果你不讓黨友宣誓會有人失去良知 其實現在人民力量只有一個區議員 就是2019年靠黑暴上位的黃大仙區議員瘟子仲 看到快必的席 瘟子仲立即在Facebook發席 他本人和辦事處和2021關懷東頭團隊 尊重人民力量特別黨員大會的投票結果 但同日亦正式宣布他今個月內會擇日退黨 嘩 玩得那麼大? 之後溫子晉更加出post說 他堅定做區議員的決心 朗然踏著前路去 追趕理想旅途上 前行步步懷自信 風吹雨打不退讓 又說背棄人民簽建原則並不是華麗的藉口 更不能深化解讀昨天的大會投票 不斷透過服務啟迪文字才是唯一出路 他這樣說 說到底甚麼理念都是假 其實量知是最實際的 難道他不做區議員 人民力量會養他嗎? 隨著政府修理將會在立法會獲得通過 要求攬炒派區議員宣誓的死線亦越來越近 之前有說明不宣誓的區議員 好像離島區區議員黃俊陽 最後又是轉軚 所以梓敬也估計絕大部分攬炒派區議員到最後都會宣誓 那群攬炒派根本沒有一技之長 如果不做區議員 又可以怎樣找到現在的工資 所以最後唯有死死地氣宣誓 說完人民力量內訓 想說說前公民黨區議員北東利 剛才也說過 立法會的集項修訂條例草案通過後 所有區議員都要宣誓 否則會被取消資格 所以最近兩個前立法會議員 包括民主黨的林卓廷和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 早前都先後辭去了區議員的職務 林小分析都說他們選擇辭職 是因為之前參加了違法初選 觸犯國安法 現在還在還押後審 所以擔心不辭職 日後便會被追討開支 所以才先下手為強 自己走人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樣 之前在英國風流快活 擴充幾個月的公民黨北東利 都受他們啟發 昨天宣布辭職 北東利是蒲籍的香港人 在2015年開始在觀塘麗精花園區區議員 麗精花園在去年12月初疫情大爆發 其中第六座D室的居民更需要撤離檢疫 這時候居民最需要別人幫忙 當區區議員北東利竟然不見了人 北東利之後就出帖承認自己去了英國 探望當地讀書的兩個兒子 探仔比自己的街坊更重要 北東利你又怎對得住你的選民呢? 最離譜的是 北東利之後還要在Facebook 上載他和家人在英國玩 以及他們開心吃炸魚的曬命照片 相片裡他和家人都還沒有戴口罩 似乎對於感染和有機會回到香港播疫 似乎不太擔心 他在Post了這些照片後 當然是被街坊 罵他掛著郵浮 掛著吃好東西 而不理區區的情況 北東利也可能知道自己失敗了 之後也很快刪除了他那張吃炸魚的照片 而且見到居民群情洶湧 北東利隔一個星期左右改口 原來他去英國是因為要就醫而生在英國 所以說他已經四出聯絡了其他官堂的攬炒派區議員 去到現場幫助協助強制檢測 但之後就有WhatsApp截圖揭爆他 有麗晶花園居民想找人安排陪同醫生和專家入屋檢查 透過WhatsApp找北東利協助時 北東利居然不回應 還要退群組織 令麗晶花園的居民都相當無助和無奈 在事隔三個月後 北東利在3月22日竟然毫無悔究地 回到辦事處打卡 在Facebook發帖 說自己終於回到香港 不過居民當然不接受 沉積了一段時間 去到昨天 這個大冷藏又突然出帖 早前在英國滯留了一段時間 原本預算今年1月1日回香港 會在2月1日入醫院做手術 但一直未有相關安排 令他做手術的日子被迫退遲到5月中 他跟著又說自己的身體回到香港後已經大不如前 體力和精神亦比以前信息 在處理地區事務上亦感到吃力 令他意識到身體的情況 已經不能再應付到議員的日常工作 他又說進行手術後 自己將會接受長期治療 令身體慢慢看貨 所以宣布今年6月1日起 辭任官堂區議員一職 他說就說到自己很慘 但有街坊很快就踢爆他 問他你有病多初又出來選? 另外也有街坊罵他自己鬆手足衝 如果看回他的辭職聲明 其實也有不少漏洞 首先如果有病要做大手術 為何年初還要去英國游浮探世界? 如果真的大病急症 醫院都會安排他立即做手術 不會延遲又延遲 最後還要說到自己身體這麼差 為何不立即辭職而是要拖到6月1日? 其實區議員手冊2020至2023也說得很清楚 區議員作為公職人員 市民對他們的行為操守有很高期望 需要對執行職務時作出的決定及行為負責 否則可能會被問責 北東尼為了英國游浮竟然擴公了三個月 怎說得出後中特區政府 北東尼可能也知道就算宣誓也過不了這一關 很大機會會被DQ 所以想拖到6月1日才辭職 一方面可以多出一個月的良資賺盡 亦可以避開宣誓 那就不用被政府追討之前的新津 他的數目都果然很聰明 政府修禮要求區議員宣誓 目的就是可以落實愛國者治港 在條例通過後又怎可能會縱容像北東尼這些 只是會出糧但又不做事的大懶蟲 繼續留在議會呢 說完北東尼想說說港台小花唐若韻 港台過去一直亂象貧生 好像不斷縱容旗下記者利君雅 在記者會無禮地質問我們特首林鄭月娥 又抹黑我們的警方 之後亦有很多節目被投訴違反廣播條例 亦被裁定投訴成立 而且港台記者最近還透過社交媒體 試過借罐頭刀事件抹黑政府的抗疫措施 不過最近自從新任廣播署長李百全 在3月初上任後就立即工作了 好像很果斷地抽起立場偏頗的節目 不讓他們出街 就獲得很多正常人的支持 好像其中一隻香港故事竟然介紹唱粗口歌的樂隊LMF 很明顯就在教壞小朋友 抽起當然非常合理 不過由於港台中小黃人實在太多 這麼合理的決定竟然會引來小黃人員工的不滿 部分更加選擇辭職 而去到昨天又再次有港台記者辭職 究竟他是誰呢 原來他是曾經在節目鼓吹台獨的港台小花唐若韻 唐若韻在畢業後做過明報及美聯社記者 之後加入港台英文時事節目 The Pulse 及早晨早晨節目 雖然他是出納稅人的糧 但心腸都相當不好 竟然用公帑製造一些很有問題的節目 好像他在2019年時拍攝了一輯抹黑國家 老屈新疆有集中營的電視節目 他在節目中斬釘截鐵地說 超過一百萬名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及其他種族的穆斯林 現在正囚禁於中國的再教育營 但又沒有提出實質的證據 只是懂得老屈和抵毀我們國家 真是很離譜 每刻的新疆情況都不止 唐若韻在The Pulse 去年3月播出的一集 用視像訪問世衛助理總過士Bruce Auer 訪問時他竟然別有用心地提出 世衛是否會重新考慮台灣的成員資格 Auer之後掛斷了電話 但他還未死心 再聯絡他 希望他評論台灣抗疫的表現 Auer就聰明 他說如果看完整個中國的地方 都會發現其實他們做得很好 有關的片段 不如大家去片看一看 WHO會考慮台灣的參員會嗎? Hello? Sams, I can't hear your question Let me repeat the question Let's move to another one then Right I'm actually curious on talking about Taiwan as well on Taiwan's case We decided to give Dr. Alward another call to follow up I just want to see if you can comment a bit on how Taiwan has done so far in terms of containing the virus Well, we've already talked about China and when you look across all the different areas of China they've actually all done quite a good job so with that, I'd like t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inviting us to participate and good luck as you go forward with the battle in Hong Kong 唐若韻很明顯是借機鼓吹香港人支持台獨 唐若韻已疫情煽動台獨 很明顯是破壞一國兩制 港台又怎能留他在 每刻新疆的情況和鼓吹台獨都不要緊 到了今年2月時 點新聞有一個報導 說收到讀者爆料 說唐若韻和文華東方高層相識 曾經以損嫁甚至免費 入住文華東方酒店豪華套訪 質疑他或觸犯了防止賄賂條例 爆料者還附上唐若韻和高層在社交媒體上的合照 而唐若韻本人在豪華套訪打卡的照片 亦清楚顯示他分別在今年1月和2月 是在文華東方酒店的Staycation 他當時的房間除了飽覽為港無敵的海景外 還有很多豪華設施 而且可以透過room service大探酒店的美食 不僅如此 爆料者還更說 原來當時開放的不僅是唐若韻一人 還有城市論壇主持蘇景行和另一個港台高層 令整件事非常耐人尋味 港台後都說按照政府機制會嚴肅調查和跟進 但唐若韻立即死口不認受賄 只是說去年12月因為他以標準價入住文華東方 但之後由於服務問題去信反應就獲得補償 他這個解釋不知道各位正常人又相不相信 而且對於他和另外兩個人開放的說法 他就很奇怪 他沒有特別否認 只是對於網上失實的指控保留追究的權利 亦沒有說明是哪部分失實 而另一位涉事主角蘇景行在回應傳媒查詢時 亦都答得更奇怪 他只是說今個月和上個月都沒有入住過文華東方酒店 其實人家不是問你有沒有入住過 人家是問你有沒有跟他開訪 你說沒有就行 為何要說自己這兩個月都沒有入住過 是不是很可以呢 還有對於這件事作出報道的是點新聞 是文匯報旗下的媒體集團 是一間很大規模的媒體機構 如果沒有一定的證據 又會不會無緣無故這樣說呢 是不是空月來風未必無因呢 怎樣也好 去到昨天唐若穎可能知道自己身有事 多家媒體引述消息說原來他自己已經辭職 將會在今個星期離開港台 而唐若穎的個人Twitter account和Post節目的Twitter account 都已經刪除了所有貼文 唐若穎今次主動離職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不想港台越查越多他的壞事 就是寧願自己走 不是監也有得他坐 不過港台腐敗已經根深蒂固 希望新任處長李白全可以大刀闊苦把瘀血脫走 尤其是另一位港台記者李君雅 千萬不要讓他繼續用公帑抹黑我們的特區政府和國家 之前跟大家說過 為了爭取年輕人的支持 我們之前就開設了一條頻道叫做混帳 找了一班正常的年輕人 例如Anita、Mompa 用半娛樂、半政治形式去做節目 希望可以感染更多的年輕人 由小黃人變回正常人 最近我們更得到幾位正常年輕人的家盟 例如小米、劉金仔 所以我們就特地再開設多一條新的混帳頻道 跟之前那條是不同的 接下來我們會製作更多不同的節目 例如街頭訪問、短劇、遊戲節目 甚至攀音節目 希望可以得到更多年輕人的支持 所以如果你不想你的下一代 看來看去都是那班小黃人的娛樂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在右手邊這裡 按按這個Logo 訂閱這條新的混帳頻道 再按這個位置 看混帳最新一集的節目 支持正常年輕人 一起感化更多年輕人 lados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